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那杆freeball都不要了 这杆肯定更不要了 我说的那个折线姐呀 可能 我一开始就说这个 我看你了 这杆肯定更不要了 这杆肯定更不要了 这杆肯定更好 哼 拿杆尾来打 哈哈哈哈 这杆肯定很有趣 他很幽默 有了 好球 我刚才说的第一条线路就是这条线路 如果这条线路你会担心五分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线打宽一点 然后解三颗星 就是再撞一下左边的这个边 边按 然后再来解 还是同样的线路 差不多的线路 就是角度再打大一点 就是上 就是下 上 左 这三颗星 然后再截到它 出来了 哎呀 力道没抓好 这个球真的是有掉球啊 这个球要掉到就不容易了 分数上Mark Allen已经领先了18分 比较前面呢 还有点老底啊 所以解了那么多杆 还没有被解成延分 再放过来 用六分打 这个不见得挡得到 如果看得到整颗可能要吃亏啊 看不到整颗 那选择解球也有机会倒掉它 对 好球 选择解球也有机会倒掉它 因为这个球只要准度抓得好 力道上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区域了 一颗星解 解 解的低了 解的低了 Foul enemies Foul enemies Foul 所以说 当然要摆回去 他刚才让我摆回去那么多次 我就是 现在我就英雄了 对对对 等一下到我了 这个球应该没什么问题 解造应该没什么问题 Foul enemies Foul enemies Foul enemies 还是没解到 Foul enem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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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l 这已经不太像是一场比赛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很有趣 挺好玩的 他解高了 应该有了吧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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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l enemies Foul enemies Foul enemies 这是幽默先生 因为他说的冷笑话 很多人听不懂 不好笑 哈哈哈哈 打进 拐头过来 可能会做到一个底带 7 啊 其实这个球不该再去抓角度了啊 就是抓一个力道做一个底带 对 他呢还想要抓力道去 哦 底带好像还是有的切啊 可能就是有的切 看可能力道不够 脱力 嗯 切切得很准啊 对啊 7 7 嗯 那这个球 这一局球还是很可惜 嗯 这样的话就把这局交给放开了 其实这两个人真的也是完全无所谓啊 放开了论也很配合 Peter Epton 你要表演 我解三回解不到 来 翻带了 没翻进 有的时候就要这颗翻带的时候呢 看上去很好翻 平时你打十颗呢 可能会中九颗 可是就是这一颗呢 可能打不进 比赛里的翻带真的很难打 你总会想很多 我的主球什么落点啊 然后力道上 他会不会到哪里去啊 他两颗星以后会不会露成带口啊 老是想这些东西 其实上去一翻就进了 啊 你看 他想做一个什么事呢 他这一杆差了很多啊 但是他想做一杆什么事啊 他打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左塞 准备follow上去之后呢 主球往黑球后面去 但这一杆不能打中 因为打中六分就回来了 很难打的这一杆 这一杆但是是存在的 就是是有的 只不过呢 他打的这个力道 就是戳杆呢 还不够 戳的不够多 皮特埔登的这个 干法上的一些能力啊 大家看这个 这个完全抓力 这个完全是抓力道 所以皮特埔登干法上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好球解到落球了 刚才你看太漂亮了 他这个力道怎么控的这么好呢 其实力道的控制呢 大概在这个级别的球 应该就是在半颗球 四分之一 一颗球左右 那业余的高手呢 大概在一颗球到两颗球的这个范围当中 两颗球 两颗球 走 哎 没关系 没关系 再看一个翻带 再看一个翻带 这是留了一个绝好的翻带 如果翻不进呢 就是大多少 也是两颗球 也是两颗球 翻不进呢 就是没有漏 不见得 乱来了 嗯 这颗球难打了 因为这颗球是有 有可能会摔带的一颗球 打薄了一点 如果厚一点的话 真的有可能会摔带 所以这个球他也不敢往这个很薄里面打 啊不是 不敢往正好的那个后边那边打 给他一个机会 这就是 就让一手了 这球想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好球 就露一颗算了 好球 好敬礼 我说Mark Kellen赢得了这局 赢得真不容易 这局里面味道很多 因为明显感觉到说 从球的功力上来讲 这个Mark Kellen跟Pete Everton比差太远 真的是想让你赢啊 就因为他就无所谓了 对 想让你赢 如果他真的不想让你赢的话 想要 做这个东西 我们的情感